欢迎来到美厅 35岁之后 请给自己松绑 习慕容说 总是觉得 自己像个华丽的木偶 背后总有无数银丝 操纵着我的一言一行 没有自由 有的 只有那无止境的束缚 人到了一定年纪 日子总是兵荒马乱 神经也变得紧绷 焦虑内耗不断加剧 那些无处不在的压力和负担 就如同绳索一般 牢牢捆住你的手脚 学会为生活减压 给自己松绑 才能挣脱困境 腾出双手 拥抱生活 一 给情绪松绑 不焦虑 塔木德里说 一张弓 如果一直紧绷着 即使是刚做的 也会失去弹力 人若总处在 烦躁不安中 焦虑的情绪 就会捆住自己 让你失去活力 据一项调查 结果发现 目前我国焦虑障碍的 患病率高达4.98%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个数字只升不降 尤其在35岁以后 面对工作与生活的高压 人很难不被焦虑裹挟 我们一边要忙着生殖加薪 想挣更多的钱 一边又盯着旁人的生活 暗自较量 在日复一日的焦躁中 情绪始终紧张 经常感到疲惫和挫败 最终拖垮自己 心理咨询师伯恩斯 曾在书中讲过一个患者的故事 银行职员戴文 经常被焦虑感笼罩着 看到同事被提拔时 他就为自己没有晋升而着急 听说朋友买房 买车 就忍不住羡慕 觉得自己很失败 每天他都处在焦躁的状态中 饭吃不下 觉睡不好 上班时也提不起精神 整个人脾气越来越暴躁 常常为一点小事大发脾气 过度的焦虑 让他原本平静的生活变得鸡飞狗跳 伯恩斯告诉他 要多盯着自己拥有的 少跟他人比较 活在自己的时区里 听了这番开导 戴文这才恍悟过来 此后他不再羡慕别人 一心过好自己的日子 摆脱了焦虑后 他的状态越来越好 生活也重回正轨 轻松主义里说 人生是一场长跑 只有放轻松 做到轻而不服 松而不屑 才能跑完全程 人一旦陷入焦躁 就会把自己困在方寸之地 懂得为自己的情绪松绑 你才能打破枷锁 获得生活的主导权 学会放下过度的焦虑 不要设置过高的目标 也别再盲目与他人比较 保持平和心态 在松弛的情绪中 活出自己的节奏 二 给关系松绑 不越界 三毛说 朋友之间 再亲密 分寸也不可差事 自以为熟 结果反生隔离 与人交往 关系好的时候 我们都恨不得和对方 绑在一块 不分你我 但其实两个人靠得太近 不留一点空隙 往往更容易扎伤彼此 十九世纪 安徒生和狄更斯 在一个文学聚会上认识了 两人很快就成为朋友 彼此经常通信 有次 狄更斯在信中随手写了句 如果你来英国 请一定来我家小住 这本是一句客套话 谁知安徒生却当了针 不久后 安徒生事先没有打招呼 就直接来到了狄更斯家做客 当时狄更斯正因一些官司 忙得焦头烂额 可仗着关系好 安徒生却每天都拉着狄更斯闲聊 游玩 还随意翻阅狄更斯的手稿 种种行为 都让狄更斯感到非常生气 等安徒生离开后 狄更斯就再没有回复过他的来信 两人也再没来往 陈果说 人与人就像两个王国 各自应当保持着宽阔 自然而舒适的疆域 无论和谁相处 别把彼此捆得太紧 保持一点距离 才能久处不累 画家黄永裕 和钱中书一家曾是邻居 两家相距不到200米 可二十多年来 尽管两人交情匪浅 他却怕打扰到对方 很少去钱家拜访 有时他想拿些家乡特产给钱家 也是先打电话告知 送到钱家门口就回了 而钱中书若是登门拜访 也会先询问黄永裕是否有空 就这样 他们的关系非但没有疏远 反倒日渐深厚 周国平曾说 分寸感是成熟的爱的标志 他懂得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 与任何人相处 若是失去必要的尺度 只会将对方推远 保持分寸 不越界 不打扰 才能维系感情的长久 35岁之后 学会给关系松绑 亲而有间 孰不余举 在淡漠中保持一份松弛 才是最好的相处之道 3 给精神松绑 不内耗 现实中 你是否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生活出点小错 便觉得身边所有人都在嫌弃你 指责你 他人的一句话 一个表情 你会在心里揣测半天 浮想联翩 想做一件事情 却又害怕做不好 瞻前顾后 迟迟不敢行动 长久的处于内耗中 不仅让你寸步难行 还会使你心里焦脆 越活越疲惫 就像毕书民所说 有很多的束缚 不在他人手里 而在自己心中 放下内心的自我折磨 保持精神松弛 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烦恼 工程师威力 卡瑞尔 曾任职某钢铁公司 有一次 他为客户安装一台瓦斯清洁机 当时的瓦斯清洁机性能存在缺陷 出现故障的概率很大 卡瑞尔安装完后 开始坠坠不安 他担心产品出问题 客户投诉公司 害怕老板会为此批评自己 那段时间 他始终无法集中精力 总是唉声叹气 人也瘦了一圈 后来朋友知道了 对他说 想那么多干什么 最坏的结果不就是被开除吗 听了这话 卡瑞尔才醒悟过来 大不了就是被开除 又不是活不下去了 他不再想着这件事 而是专注手头的工作 整个人的状态逐渐恢复过来 很长时间过去了 他之前担心的事都没有发生 作家松普弥太郎说 所谓人生困境 不过是你胡思乱想 自我设置的枷锁 凡是想得过多 就会被一点小事缠住 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 35岁之后 请给自己的精神松绑 降低内心的敏感 清空分杂的思绪你会发现 内耗少了 心就不累了 4.给生活松绑 不着急 清华教授宁向东层感慨道 整个社会陷入了一场忙碌症 35岁后 许多人为了追求成功 总是不停歇地埋头往前赶 努力是好事 但太过急于求成 就把生活过得紧绷绷的 也让自己无法喘息 博主李亨 之前在单位上班时 为了追求上进 报考了两门职业证书的考试 本来上班工作量就大 消耗了很多的精力 但仅剩的空闲时间 他还是都拿来学习 每天他都安排得满满的 白天工作 无休听网课 晚上做题 一刻不敢松懈 结果由于缺乏休息 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在工作中出现很多错误 最终被公司解雇 弄丢了工作 很认同陈道明的一句话 努力会让人变形 比如一扇门 你轻轻推开 会很优雅 当你推不开 努力推开的时候 你就会变形 所以有时候 要随着自己的境遇 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轻松一点去过人生 大文豪雨果 一生写下了 卷制好凡的作品 但他的生活却非常险 每天除了睡觉 雨果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做与写作无关的事 早上起来 他会喝一杯现煮的咖啡 吃两颗生鸡蛋 然后洗个冷水澡 吃完午餐后 他会去海滩上游泳 然后看一下午书 晚餐通常是去朋友家 吃完后 他们一起聊天 玩纸牌 等到九点钟 他才尽兴地回到家中 拿起笔写上一回 在这种缓慢的步调中 他安然享受着内心的惬意 写出了众多举世文明的作品 李济中说 一张一池 文武之道也 中年是一场无止境的修行 我们既要为了生计与理想 顶着压力逆流而上 也要学会放慢脚步 给自己一点呼吸和喘气的空间 35岁之后 别逼自己太紧 别让自己太累 多给生活松绑 也让自己得到歇息 在匆忙的日子里 享受一份清净美好 媒体人王松说过一句话 善于驾车的人 都不会把车子开得太快 善于弹琴的人 也不会把琴弦调得太紧 35岁之后 生活的坎越来越多 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学会把心放宽一点 是看淡一点 节奏放缓一点 减少焦虑与内耗 别再强求和执着 从容自在地过 云淡风轻的活 给自己松绑 你才能摆脱生命中的 种种束缚 真正获得内心的自由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